酷吏就是滥用刑法 残害人民的官吏 我在讲英国故事里面 我就有讲到说 这个司法人言 如果都能够来写佛 来写英国 那么他在这个下笔的时候 当然我们要依法行政是没有错 但是你真的要学这个范冲淹 意求生而不得 就是你想把他判生 比如说这个应该判死刑的 你想要让他有活命的机会都不可得 除非是这样 那么我就讲到一个故事就是 发生在我们台北地方法院的一位法官 他就是激进库里 但是他就是有贪官 所以他的用法力就是有钱就给他判轻一点 没有钱就给他判重一点 所以他贪污了非常多的钱 那么后来就被调查单位查到以后 就给他起诉 以送法办 后来积压了非常久 他也是一坨白法 那么有一天他好不容易想尽一切办法 他就要办交保 那就在台北地方法院的交保室外面 在等准备拿到那个交保书 他以为可以得到自由了 但是你要记得 感应片里面跟我们讲 你纵使可以用世间的富贵钱巧 用各种机关钱巧的方法 来逃避法力责任 但是你逃不够的鬼神 还有这些灾难 还有这些恶病就在你身上 结果他就在这个法官 就在等这个交保书还没有剥下来之后 真的快拿到交保书的时候 他当场心脏暴斃 死在台北地方法院的交保书外面 口吐白茂死亡了 这就是什么 台湾改革命里面讲 朵季朵算 一季是十二年 算是一百天 所以这个 有英国有现报 有货报 有胜报 那这是现做现报